作词 李宗盛 听努力往前追 前方没有终点 习惯遥远 习惯笑和泪水 我不信什么是永远 永远只是瞬间 下个世界 下个瞬间 世界 我们今天请到现场来跟我们聊梦想的 是葛玛兰族的潘红敏 那红敏你好 你好 那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访问他 是因为我不久之前 在报上看到一个小小的角落 就是台湾难得有 有格斗天分的人才 然后他想要出国 但是一开始经费其实不太够 那所以我就想说 也许有机会可以帮上一些忙 但没想到台湾处处充满善意 我们也不过隔了一个月 再跟红敏接触的时候 没想到钱已经凑齐 我其实很想要追溯到最原始最初的时候 就是你是在几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泰拳 我知道的时候是差不多12岁吧 国小六年纪 12岁 你那时候看到泰拳有什么样的想法 可能有些人对球类很有兴趣 看到棒球很想练 看到篮球很想练 那我对这些都没有兴趣 我是看到拳就想练拳 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开始想要练泰拳 但可能接触不到 你第一个选择的运动是什么 跆拳道 跆拳道 年纪很小的时候开始接触的话 需要经过什么样的训练过程呢 很多也就是从基本的协调开始 然后肌力啊 然后基本动作啊 所以肌力 还有柔软度 还有柔软度 包含了伸展等等 那时候你练跆拳的感觉怎么样 就觉得不适合我发挥的感觉 所以运动也有一种摸索的过程 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 可以找到适合你不适合你的 所以你大概练跆拳练到几岁 一直练 练到大二 练到大二 这样练很久欸 对啊 就是后来就是觉得说 我一样这样 因为我练习就是我会很拼 然后我不会摸也不会偷懒 就是一直觉得说我这样子拼 然后就是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那个时候一定 就你练习久了 然后要转换跑道一定是很艰辛的 你怎么能够下定决心 我从已经练了七八年以上的跆拳道 我要转到泰拳来 那时候就是一直心里在一直那个 挣扎 对 然后我就痛定失痛说 我来听我自己心生一次好了 我想做什么我直接去做 所以你那时候内心一直真正想要的 运动类型是哪一个 散打 自由搏击泰拳这之类的 所以你喜欢那种感觉 那对你来讲搏击是什么样子的运动呢 我心里的感觉是 它比较有奇迹的运动 搏击的奇迹是什么意思 你可能胎拳可能 你身材不好 然后一些先天优势不好 你就永远出不了头 但是搏击 它的规则限制比较不会拘束在 那个身体的优势上 你可以用很多不同技巧去跟人家平 你有可能会有奇迹发生 但是代表你必须要更苦练啊 是大学二年级才转 跟人家可能十二三岁就开始练搏击类 那个有很大的落差 那个时候你有怎么想办法跟上来的 尽量跟高段般的练 就高你一级 对然后就是在练完之后 看自己跟人家差在哪里 自己在私底下在自己花时间练 就是一个人照着镜子练 但这样子你一整天 如果要全心投入大概练多少时间 一整天也不能太多时间啦 就是如果我还有在打工的话 我可能一天最多练三个小时而已 所以你那个时候 大学之后去打什么工 大学打过很多就是 打过麦当劳还有火锅店 还有工地 那工地 工地应该很辛苦吧 然后不担心 譬如说有受伤 然后运动就没有办法持续嘛 就尽量小心啦 我就把它当作在练体能 那就等于搬砖然后保持平衡 那个独人车这样推 独人车用冲的啦 哇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同时还有练到体能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很辛苦欸 练泰拳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运动伤害 就是包含了搏击类的运动 通常会有什么样子的伤害 譬如说跟人家对打的时候 手会受伤之类的 这边的骨头会常常受伤 还有颈骨 然后这里比较 练搏击之后 这边肋骨很多伤 为什么 是因为经常被人家打到 被踢 喔被踢 那叫肋骨会受伤 就是我们踢的人都是用 这个 筋骨嘛 筋骨这边砍下去 对 有时候没有防到被砍到就会很痛 而且好像 泰拳有护具吗 就是看你打是职业还是叶宇 你这次出国比赛的 会带什么样的护具 就是后面那个护胸 也就是会有护胸 然后会有 护脚 护头 还有那个手肘 你知道有些人会讲说 搏击运动不适合心软的人 譬如说 你挥拳打到的都是真人 如果你内心 这个很柔软或是不敢的话 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 搏击选手 但对你来讲你难道不会觉得 我这样下手太残忍吗 其实打这个自我控制很重要 就是内心的那个 你自我心理的控制很重要 你越冷静越好打 你越用情绪打 你就会被人家打 所以反而站上擂台之后 靠的不是怒气 不是憧憬 而是你照着自己的步调走 对啊 可是在那个状况下不是很难控制吗 人家又在打你然后 所以练习就在练这个东西 其实是在练心理啊 嗯 你心理好 你心理做得好 你外在就会好 你外在 你心理做不好外在做不好 你外在多用力 没有用 就是抓不到一个台名 找到一个节奏 你站在擂台上面的时候 眼睛看出去 通常会看到什么样的视野 其实他那个聚光灯打 旁边都看不到 我只看到对手 只看到对手 后面教练讲话时间就这样而已 所以你站在台上的时候 就是眼睛看到对手 然后不停的攻击 那后面教练的沟通 你必须要专注在听 对啊 就是声音很像会连结到你脑后一样 就是脑后会只有声音 然后前面就看着对手这样而已 请问在职业场上被击倒是什么感觉 就是其实没什么感觉 就是可能你觉得你还可以继续打 但是他敲到一个点 就是你只要打到一个点打到很准的话 就会倒 你也不会感觉到痛什么 就是刚好敲一个点力道进去 你就会 腿就软了 对啊 人就自然会有那个保护机制让你倒下来 这个真的比较辛苦啊 可是你知道除了擂台上的辛苦 跟脱水的辛苦 跟训练的辛苦之外 这个你在台湾也遇到很大的挑战就是 你必须要有收入才能够养活自己嘛 那你是怎么样子 就因为好像台湾比较少职业赛 所以你现在在台湾是用什么样的工作湖口 现在在座就是带游客啊 带游客去 塑溪 那像靠塑溪这个湖口会不会很辛苦 因为你等于要 你塑溪的地点是在台东还是在花莲 花莲 在花莲什么地方 三战溪那边 就是泰鲁阁国家功能再往下一点点 风景很美欸 对啊 就是很多游客都会去那边 等于你要在梦想跟现实当中找一个平衡嘛 你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国际选手 然后 但你必须要照顾自己的生活 那 就是什么时间会有机会来台北练拳呢 一到五都在花莲 然后礼拜五 我塑溪是半天嘛 塑溪半天带完就坐车来台北 然后晚上去这边练 练到差不多 7点会到这边 然后再练到10点11点这样 那在台北要住哪里的 睡 就睡这边喔 对啊 那都不会觉得苦吗 因为夏天很热欸 其实那些生活品质的东西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我看的就是我要做的目标 那其他那些生活品质我就不太管了 反正我目标做得到就好 但都不会觉得孤独或者是觉得苦吗 你看有些人晚上可以轻轻松松 睡在有冷气的软床上面 然后白天可以吃好喝好穿好 但你除了要工作之外你还要体重控制 但对你来讲你希望达到的梦想是什么 我最希望达到的梦想就是在花莲开拳馆 嗯 所以在那之前你必须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就是要先 就是比赛尽量要有好的成绩啊 嗯 那那个要成立拳馆那钱哪里来呢 靠奖金吗还是 就是哪里多的钱我就存起来 我打职业赛的那个奖金我都没花过 我都存起来 所以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可以用那个职业赛的奖金开拳馆 然后我带熟悉的也是一点 有一点就存一点有一点就存一点 就慢慢存这样 你会怎么教下一代来跟你学拳的那些年轻人 就是把我尽量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他们啦 就是不管是那个你的技术上的 或是心理上的 或是一些带人 就是在学拳当中学到一些带人厨师的人生道理 都会教给他们这样 那你学到的人生道理是什么 就是 你可以把我当成20年后有一天走进你拳馆 然后想要问你说 这个师傅啊我现在想要学拳 那你有可以告诉我这条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吗 你可以告诉我你学到了什么东西吗 学到最重要就是礼貌吧 还有谦虚 然后还有时常要反省 然后还有想一下 哦 心理的控制 马上就要比赛了 你对你自己这一次比赛的期许是什么 我就是这次目标就是尽量可以打到前四强 就是觉得要打进去 不管说可以打到金牌 因为其实真的强度是很高的比赛 就是我又尽量拼到前四强这样 而且你的体重又随时要在脱水的状态 每一天都要维持那个67公斤的体重 对 那我们就祝你一切顺利 那也希望你能够达成你的功勢 因为我们就能够达成你的功夫 我会让你努力 我们就去玩了 你会给你个人的看法 我会让你走 一会儿 我会让你走